我们普通女生 真的很适合这个辣味蛋妆 这个妆我那天画了一下 真的是在纯自然光下 原相鸡排 都是又辣又纯又日常 先来戴个灰棕色的眼珠子 粉体可以选白一点的 先上在内轮廓的区域 再用粉铺上的鱼粉 过渡到外轮廓 都一瑕疵先不管 待会儿解决 用蜜粉浅定一层就好了 注意 第一个重点来了 红色系腮红修容法 选这种低饱和的杏粉色腮红 代替常规的灰棕色来修容 从发际线开始 扫到颧骨正面看最高的点 就停下来转弯向斜下方扫 这样一个折角把颧骨推进去 下颗线从这里开始 沿着边缘从下往上带 很快到最宽的这个地方 就提前转弯 往上拎着扫 正面看下颗骨转角提高了 这边脸更小更紧致 而且它相比常规的修容色 修出来更加的干净 不像是柔和的立体感 鼻子也是用它 扫在眼窝这里 连接一下扇根 复制粘贴另一边 还有鼻头这里 给它修出一个核心臂 要修的地方给你们标出来了 赶紧截图 再用雅光高光提亮鼻头和鼻梁 小翘鼻就有了 重点二 塑造原生毛流感 不要直接化眉毛 而是把前毛打底的纤维擦掉 顺着眉毛生长的方向 把它梳起来 再用眉粉勾勒眉型 你看梳起来的毛流 会被眉粉雾掉溶进眉毛里 既不会像野生眉那么夸张 但又比雾眉灵动 很自然的毛流感 重点三 轻眼妆重提亮 还是用这个新色腮红 平铺在整个上眼皮和下眼皮 卧蚕的位置 黑色眼线比填补内眼线 尽量化的细一点 后再用深色的眼影过度一下 睫毛给它夹翘之后 刷到根根分明就好 下睫毛我们重点刷 瞳孔下面的部分 还是沾新色的腮红 局部加深一下 卧蚕的话 记得用雅光的高光提亮哦 加一点阴影就很自然了 灵魂的部分来了 用小刷子占取高光色 在眼头这里 鼻梁鼻头 都给它点一些 感觉有纳味了 画口红前呢 先用灰粉色的唇线笔 在唇窝这个地方点一点 再涂一个偏裸色的亮面唇油 嘴巴就变得肉堵堵了 整个画完 我们再用遮瑕来处理 痘印啊 痣啊 哪里有瑕疵 点哪里 只好用蜜粉压一下 脸会变得超干净 眼痣的话有个小心机 就是先用棕色来确定位置 再用黑色的眼线笔 给它点加一油油 最后蜜粉压一下 又自然又不脱妆 好了 整个妆容就完成 对新手还是非常友好的 赶紧收藏起来 回去练 拜拜 还有更多同系列视频 记得关注我呀